这天下之势 分酒必合 合酒必分 大一统结束之后 便是纷繁的乱世 也许生灵涂炭 也许灵光一现 大约茶馆 只话说南北朝 正在播出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 陈县著作 悠悠南北朝 该书籍已经由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电子精教版 可在豆瓣图书购买收藏 不曾清贫南城人 不经打击老天真 自古英雄出炼狱 从来富贵入凡尘 随生梦死谁成气 托马长江定乾坤 灰君千里山河在 利明扬威 船 后人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 听大鱼 话说南北朝 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 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 各位可以登陆 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 搜索大鱼茶馆 选择收听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 咱们说到高举一旗 而注重狼子野心 危机重重 孝壮地岌岌可畏 而注重回到晋阳 就开始张罗着 讨伐各荣起义军的行动 各荣这个时候几乎控制了 今天河北的全境 他攻陷了济州的信都 就是今天河北纪县 又对北面占领定州 映州 幽州等等的 这些地方的这个杜洛州的军队呢 发动了突袭 击杀了杜洛州 兼并了他的地盘和他的部中 河北最南端的州呢 是向州 之所呢在叶城 也是国都洛阳的最后门户 如果说向州再丢了 那么葛荣大军就可以顺利的渡过黄河 威胁洛阳了 北魏的香州刺史 李神誓死不详 葛荣非常恼火 率领着主力军队 号称百万之中啊 当然可能 有十万就相当不错了啊 号称百万是不是 而且葛荣的所谓大军 虚胖的很严重 战斗力也得打上很大的折扣 所以呢 这个军队就包围了叶城 一些游兵散涌啊 就已经逛到了黄河边上的集军了 而朱荣镇压起义军的经验丰富 并不怕外向中干的葛荣 他让侄子耳朱天光呢 带他镇守进阳 然后从本部精选了七千七兵 以侯景为前驱啊 背道奸行 从这个府口啊 就是今天河北辞县西北 东出太阳山 抄到了叶城北边 在葛荣大军的身后呢 这可就掰开了阵势 葛荣对耳朱荣的突然出现了略感吃惊 但是呢 他也打惯了胜仗了 又见耳朱荣人数也不多 喜形于色就对手下人说了 说咱们对面这些人啊 好对付 大伙每人带条长绳子 准备给我抓活 他暂时停止了 对叶城的攻击 列阵数十里张开两翼 向耳朱荣的骑兵队伍爆炒过来 耳朱把军队引到附近的山谷 将手下 呃 督将呢 按三人为单位 分为多处 每处率领几百名骑兵 来回奔腾 扬尘鼓噪 让耳朱荣的军队呢 无法判断究竟他有多少军马 然后再给每人发一根绣棒 挂在战马的侧部 遇到敌人的时候 就用这个绣棒啊 去打他将 无需费功夫去斩首 这一招很高明 对付葛荣的准民兵啊 将其击倒在地 不管是死是活 都等同于消灭其战斗力 据说的这种绣棒啊 就是 唐出秦琼手中兵器双减的前身 耳朱的战略头脑近乎于白痴 但是战术素养确实是很有一套的 那么两军一交锋啊 葛荣的军队人数呢 人多但是势不重 是吧 完全吃不住耳朱中装备精良的骑兵的冲锋啊 耳朱中亲自率领一支人马绕的背后 把葛荣的阵势杀得七零八落 就地申请葛荣 底下十几万士兵呢 也被绣棒打得满地找牙 哎呀呼天喊地祈求饶命 基于六镇起义的教训呢 耳朱中没有处置投降的士兵 而是让他们亲随 亲属相随 自寻出路 不再呢追究责任了 守恶葛荣 压父洛阳呢 给斩了手了 一些步将啊 则被耳朱中给收了边了 跟着他呢 前往晋阳 河北起义至此呢 这就算是烟消云散了 而伪身于葛荣手下多时的 宇文洛生 宇文泰兄弟呢 也在耳朱中的收编之列 耳朱中对他俩是又爱啊 又怕 心里呢 是很矛盾的 爱的是才华出众 怕的是名高望重 没过多久 耳朱中还是找了个罪名 把宇文洛生给抓起来 又给砍了 正要再杀宇文泰呢 宇文泰以礼诉冤 陈词慷慨 耳朱中听了很受感动 不但呢改变了主意 还任命他为统军 那么耳朱荣这个形式呢 向来是考虑不周的 极其具有啊 游牧民族的特色 凭此呢 显然是难成大事 而宇文泰能屈能伸 年纪轻轻 当时年纪多少呢 二十二岁 就已经露出了 领袖气质了 他在北方大乱当中啊 连师父亲和三个哥哥 却从中习得了 旁人少有的隐忍 着实有点可怕 脾气泰来的宇文泰 终于呢 从耳朱荣手中 得到了小谷不忠 有了一盏身手的机会 耳朱荣功勋卓助 禁卫大丞相 封祝国大将军 两个儿子 耳朱文书 耳朱文畅呢 一并禁绝为王 葛荣虽然被消灭了 但是北魏境内上 有多处叛乱没有平息 其中呢 就以啊 青州的新稿 和这个关中的 末期丑奴呢 为最强 不过耳朱荣最该头疼的 应该是南朝的正规军 为什么话这么说呢 咱们来看看南边 北方大乱自古不暇 南方的梁武帝呢 这边可没闲着 他看到了 兴富中原的新希望 从普通五年到七年 他连续呢 发兵啊 进攻的这个淮水下游的北魏占领区 首要目标呢 就是拿下受养 时隔多年呢 从前对位作战 功勋显著的维瑞啊 曹景宗啊 马先贫等人都已经去世了 老一辈的名将 唯有豫州刺史 陪隋呢 还在独称 梁武帝在调兵遣将 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到普通五年的时候呢 他请陪隋坐镇 都督征讨诸军事 而这次行动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顺利的 寿阳东北的不少的城池 也都被轻松的给攻拔了 那么陪隋的主力啊 基本上已经攻下了寿阳 因后援不济 哎 最后才没办法 这才慢慢的撤了回来 那么普通六年 陪隋呢 又攻下了寿阳西边的新菜和政成 就是今天河南影上啊 形势一片大号 然而蒋关头呢 年事已高的陪隋 却在军中病逝了 梁武帝以忠护军 接替陪隋 负责呢 攻打寿阳的这一个行动 那么这个时候负责 忠护军的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姓夏侯 这个人呢叫夏侯胆 他是南梁开国功臣夏侯祥的儿子 才学虽高 但是打仗费其所长 寿阳攻防战呢 一时就进入了僵持状态了 北面的蓬城方面 则传来了利好消息 北魏徐州刺史 元法僧谋反不成 率部啊 叛投梁国 梁武帝喜出望外 欣然纳降 派兵北上迎接 并且命次子豫章王 萧宗率重将呢 进驻蓬城 这个将领名单当中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武威将军 陈庆之 之所以提醒大家注意 不全是因为他后来惊人的表现 仅仅从早年的记录来看 陈庆之在梁国 乃至南朝历史上 都是一个异类 咱们知道啊 南朝平派一个人的标准 首先是出身门第 其次是品行学问 再次是容貌举止 三者都平常无奇的人 你别说做官了 即便说在社会上 也不会有人瞧得起他 陈庆之呢 家族无考 你说他是哪个城市 不知道 品学未知 学到什么东西了 不知道 貌不惊人 长什么模样 不知道 而且武艺很烂 实在他 射不穿扎 是马非所变 连剑都射不来 马都骑不好 那比坐小车的维瑞还惨呢 没有一处可以引人注意的 那如果说老一辈名将维瑞的低调 有些内敛的因素 那么陈庆之的低姿势 完全是事实如此 他那个出身呢 是比较卑微的 那或者是父母双亡 或者是家境贫鉴 这个因为没有史记可考了 所以我们呢 也就这么的理解 自幼追随梁武帝 相当于呢 小朴从 梁武帝特别好下棋 通常与人通宵对异 别人都吃不消 唯有陈庆之 可以一夜不睡 陪梁武帝玩 梁武帝对他喜爱有加 登基之后呢 把他放在身边做主书 就是主管文书的 在普通北伐之前呢 陈庆之除了这个文旨 从来没在军中做过任何事情 你更别提说带兵打仗了 梁武帝很了解他 信任他稳重 让他在萧宗手底下呢 做这个杂号将军 刚过不惑的陈庆之 就这么着上前线了 就三十来岁嘛 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粥啊 梁武帝期盼 以彭城为据点 扩大北进的规模 谁想到行动遭遇了意外 气得他差点没去撞墙去 为什么呢 他心爱的儿子 萧宗不认他这个爹 还视他为仇敌 梁武帝反其攻下健康的时候呢 将冬昏侯萧宝卷的宠妃啊 吴淑媛呢 纳为妃子 七个月之后 生下了这个萧宗 萧宗长大之后 从母亲那里听说这件事了 就掘开了萧宝卷的坟墓 滴血验亲啊 相当于古代版的这个DNA化验啊 化验过程就将自己的血 滴在萧宝卷的骨骼上 如果渗进去了 俩人呢 就是血亲 鬼知道是否有科学道理啊 其实其两两宵 只是隔了这四五代的亲戚 你就采用DNA测 说实在的 真能测出亲生的来 也差不太多 你知道吧 也就差了四五代人嘛 坚信呢 他自己是南齐皇室的后代 这个萧宗啊 他抓住梁魏两军 在彭城对垒的时机 连夜逃入魏军大营 就算是偷了响了 梁军十分搞笑的 把主帅给丢了 历时就溃散 彭城啊得而复失 还伤亡了数万兵力 沮丧之余 陈庆之却让为梁将发愁的梁武帝眼前一亮 陈庆之带的这支军队 号令严整 全尸退到了建康 于是一年之后 梁国再次攻授阳的时候呢 陈庆之就不是授予假节 总之军事 小胆和袁术啊 分南北两路合攻授阳 北魏的主力军正在河北青椒 无法有效的支援授阳 授阳 授阳城破 梁武帝终于如愿以偿 陈庆之升为东宫职格 负责太子东宫的防务 赐绝关中吼 短短一年的时间啊 陈庆之从小主书 就是一个写字的在旁边管文书的 一跃成为大侯爵啊 关中吼 虽说梁武帝有意提拔亲信 但是陈庆之的战功啊 还是足以让很多酒精沙场的素将 大连眼镜的 攻取授阳啊 只是开端 梁军乘胜挺进 在淮北连战连结 攻到北魏南衍州的治所 这个时候 就是今天安徽蒙城城下的时候啊 梁军主力的领军呢 是曹仲宗 陈庆之呢 持节兼军 北魏援军逼近了之后呢 他亲自指挥200名骑兵 突然袭击立足未稳的魏军前锋 杀的魏军呢 是措手不及 前军大败 后军阵孔 这一下子就给挫败了 那么两军呢 在这个 欧阳城对垒的时候 从春到冬连续作战 失劳兵疲 曹仲宗啊 担心府被受敌 打算退兵 陈庆之坚决反对 手持仗劫啊 站在军门口喝道 大军共治此地 已达一年 所好粮草甚多 各军毫无斗志 还想退缩 哪里是要立什么功名 分明是借机 裸掠财务而已 我听说直至死地而后生 现在正是破敌之时 唯有陛下密斥 唯我令者 应该言成 你说打了一年了 你说我军兵疲 敌军不疲吗 唯将之人 有不畏进敌的决心 才能取得 所向披靡的战绩啊 曹仲宗等人 被说得面红耳赤 只好一从 陈庆之也不强攻 趁着夜色呢 率军偷袭王城周围的 这个卫军据点 一夜之间攻下了四个 天亮以后 陈庆之问命 这个卫兵啊 俘虏排开阵势 冲在前面 梁军呢 紧随在其后 攻打北魏 余下的九个据点 直杀了欧阳城外 尸首成山 窝水断流 这梁军攻陷了欧阳城 又禁聚了豫州城 那么离北魏的这个 统治中心四周呢 也就不远了 欧阳一战呢 陈庆之军队的勇猛啊 简直成了北魏士兵的噩梦了 他本人于麾下的士兵 个个都身穿白袍 所以卫国人称他为白袍将军 白袍成了维虎之后 最令卫国人恐惧的名词 所以当然咱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啊 这个白色呢 在战场上是对视觉刺激最强烈的颜色 为什么呢 因为这白色一旦染上血了呀 它能起到相当大的震撼敌人的作用 以白袍作为战袍 正蕴含着作战者莫拿着气概与信念 甚至咱们可以猜测啊 这个三国演义里长板坡白袍小将赵云的设计 可能就是受了白袍将军陈庆之的启发 梁武帝呢 决定了给陈庆之一次单独表现的机会 合音惨案之后 北魏宗氏接连投奔南梁 这个形势一片大号 大通二年 就是公元的五百二十八年 梁武帝封北魏北海王元号为魏王 命陈庆之为这个标勇将军 护宋元号的北上称帝 想以此达到控制北朝的目的 那人寻味的是呢 梁武帝可只给了陈庆之不到一万的人马 却险些闹出个天翻地覆来 所谓护王还北 实际上是梁武帝想要通过培养傀儡的方式 控制和占领北魏的国土 这跟北魏立流场为宋王伐旗 立萧宝银为旗王伐梁 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后人或惊叹或推崇 或不屑于陈庆之以少胜多的表现 却往往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 为什么梁武帝只给了陈庆之那么少的兵 这次北伐对于梁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需要从梁武帝的角度来考虑和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这是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 梁武帝屡屡屡不惜代价的进攻 淮水下游各成 根本目的是保障自身的战略安全 即所谓的守将避守怀 重镇受阳入手以后梁国就失去了继续进取的利益驱动了 黄河下游能否拿下来 拿下来了能否守得住 这些事情呢 宋文帝的三次失败那是前车之鉴 梁武帝既无把握也不指望 因此呢 基于打输了不亏 打赢了稳赚的心理 发动全面的动员 还不如派少量战斗力强的步骑兵北进 最好能在和怀之间啊 建立一个在受梁国掌控的这种缓冲国 最差也能把你北魏搅得更乱一些 其次呢 陈庆之不具备统领大军团的资格 而论能力 陈庆之是优秀的将领 却未必胜任统帅之职 如果真动员了数万甚至十万以上的兵马 在人才严重凋零的梁国国内 梁武帝很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 托付重任 于是呢 把人数不多的军队交给自己信任的陈庆之 并且让他充分发挥敢打内仗的优点 乃是最佳的搭配 梁武帝的安排看似匪夷所思 其实是用心良苦的 此外呢 梁武帝知道北魏内部的乱象 但是予于传媒条件的限制 不可能非常全面的了解 大部分信息来自于投降他的北海王元昊 以及之前投降的宗室元法僧等人的口述 梁魏两国此前呢 虽有和解的趋势 但仍然是敌对国 从敌国获得的信息是要打上问号的 如果交给元昊过多的人马 不仅容易失控 而且能引火烧身 自取其辱 所以陈庆之此行的另一个身份 就是对傀儡元昊进行严密的监视 陈庆之的可贵之处呢 在于他能够兢兢业业执行这项胜算无稽 玄机重重的任务 把战场变成了创造奇迹的舞台 陈庆之的白袍护卫队 从今天安徽宿州西出发 在梁大通三年 就是北魏永安二年 公元五十九年 首战告捷 攻克了行程 就是今天河南商丘南边 禁敌了梁郡 那么梁郡呢 是位于北魏徐州的西北 西街四周 北连衍州 而这个地方呢 算是一个交通要道 非常的重要 那么梁郡的孙阳城 以及其北部的考城 就是今天河南民权东北呢 共有数万卫兵 分别是由都督邱大千 和金银王袁徽叶的把守 其中袁徽叶率领的是 朝廷的羽林兵 北魏的主力此时呢 在洛阳附近 由尔珠蓉的亲信 袁天牧统领 袁天牧丝毫没把 人数不足一万的 陈敬之放在眼里 由于青州的行稿啊 正在济南一带作乱 所以呢 人数也众多 他与手下商议以后决定啊 先灭了这个 作乱的部队 再回来救援梁郡 解决袁浩和陈敬之 这支部队 也没问题 但是袁天牧识了算了 陈敬之人少 但是可是精锐 他趁虚猛攻邱大千的梁郡 邱大千的绝对人数上 占有优势 但是他犯了致命的错误 数万手兵 分散在九座堡垒里边 被陈敬之集中兵力 一天之内连破三座 邱大千吓破了胆 不敢再战 请降县城 陈敬之拥元浩进入隋阳城 元浩就在隋阳城南 即位改元 做了梁国扶持下的魏国皇帝 陈敬之被元浩封为魏将军 这个封咱们打引号啊 徐州刺史 任务看来已经完成了 陈敬之应该回去了吧 没有 他没有就此停歇 他立即北上击败考成的羽林兵 升勤了首将袁徽音 梁军挥石西进 所过各城望风而降 很快就来到了徐阳城下 徐阳是洛阳以东最后一座大城 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袁天牧这时候刚刚干掉济南的这个刑稿 正在回军的路上 北魏朝呢 只好将洛阳附近剩余的七万兵力调的行阳 及其西边两个关爱 虎牢 然后呢 还有这个轩缘啊 由东南到的这个大都督 杨逸呢 是死守行阳 那么尔珠蓉的两个堂帝 尔珠世龙和尔珠世成呢 则来把守这个虎牢 来来这个地方守着 那么守虎牢和还原啊 行阳攻城战是异常的艰苦啊 城中军队多过陈静之数倍 你别忘了 陈静之带了不到一万人啊 梁军的第一波攻势被击退了 更为不利的是 袁天牧和尔珠蓉侄子 尔珠罩的这个援军呢 即将到达了 旌旗招展远远已能望见 梁军士族上下惊恐 出现了窃离的心态 那么这个时候 陈静之又将作何表现呢 他究竟是否能够拿下行阳呢 与之后是如何 谢听 下回分解